第29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和GWN Dragon Ball Challenge联合举办的龙舟比赛 于2017年9月9日10日两天在Mayorland Bell Park龙中举行 加拿大福州大学校友会龙舟队通过两天的比赛 费用夺得F组金牌 由于今年夏天连江大雨 安大六湖的水位居高不下 比赛时间不断改期 造成很多队员夏天假期计划打乱 大家都冲出下班后天黑前的傍晚时间集合训练 队员们不惜辛苦全力备战 心中默契无需言语 我们从四月份一直都是在信念 刚开始是每周两次最后每周礼拜天都有信念 所以整个从四月份到九月份五个月我们信念很辛苦 然后我们很期待我们今天有一场半决赛 然后下午还有一场决赛 我们很期待也很有信心 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能在拿个冠军 对我们的那个校委会那个阵光 然后又把我们的这些平时我们信念的这些技术都用上 那个团队的那个精神都能在我们的那个整个农村队里面花样光大 我们这个福州大学农村队呢跟其他的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大家这个除了信念时间以外 在其他的时间上我们都会在微信上讨论技术上的问题 还有为了保证我们的技术能够尽快提高很多队员都甚至参加了两个信念营的信念 尽量在短时间内把体能跟技巧都都提升上来 还有我们很多的校友会的家属真的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所以我真的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队 谢谢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参加这个国际农州赛 跟去年相比我们今年增加了很多的新鲜血液 也所以并且呢今年的赛事有所改变 时间战线拉的太长 我们从春天到秋天就是训练到秋天 中间还因为两个多月的夏天我们很多队员都去休假 所以训练就是断断续续的 我希望今年的成绩怎么说 我不知道能不能取得像去年那么好的成绩好 但是我希望我的队员们就是一起努力 赛出好成绩超越自我 所有的队员都非常努力的参加了这次训练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因为去年拿了两个冠军嘛 今年想再下一层呢我们再想拿一个冠军 我们还是很很有希望的大家情绪都很高了 因为有大家都非常有集体荣誉感 那希望今天最后的决赛 预赛王有决赛 那希望我们再拿一下一个金牌 那对明年的后续的那个训练 还有复杂集体的荣誉感 大家都有很大的增强了 那希望大家今天全部努力 在下拿到冠军 我是新队员这是我们第一年参加 那今年的训练呢特别的曲折 从3月份到9月份 因为中央岛那个水灾的问题 所以一直延续到9月份 但是我们的队员非常的努力 而且我很荣幸能够成为农舟队的议员 非常开心 我们尽我们的所能 希望我们的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谢谢 今年4月份开始 我们大家就很努力的在训练 直到现在为止 已经大家很辛苦的训练了几个月了 所以大家这个训练的非常辛苦 非常努力 然后今天呢我们进入了这个社区小组 这个500米的这个比赛 上午呢是半决赛 我们很有信心很有希望能够进入这个前面的这个6名 然后呢就有希望进入下午的这个决赛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在今天下午的决赛里面拿到这个金牌 鼓大 加油 比赛哨想的那一刻 队员们无离闲之键般迅猛发力 从始至终咬牙坚持 保持着高度统一的节奏 最终以0.68秒的优势力压度手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你看看我心上的这个奖杯 还有我这个奖牌 我们从4月份到现在9月份 这个5个月的信念 终于得出了这个丰盛的成果 今天早上呢 办决赛 我们就以小组第一 整个六个队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 决赛呢我们又排到最好的一道 第四道 枪声一响了 我们这个队呢 就是那个遥遥领先 一下就把那个其他的队就甩到后面 真的很开心 就是今天那么多年来给我们加油 来打到队 还要感谢一直支持我在参赛 我们的很多 那个别克社区的很多 那个我的那个朋友 和我们别克 那个那个 neverford association的这些 他们的居民都从 区里面赶过来 来给我们加油 一个是支持我那个竞争 另外一个给我们的团队 也有很大的力气 这些都是我 我们起胜的很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他们 谢谢 那我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兴奋 特别祝贺我们加拿大福州校委会 年任第二届这个农州赛的冠军 在此表示 忠心的祝贺 同时感谢我们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校委会的这个团队 精神团结 努力合作 认真训练 取得这么优异的这个成绩 再次希望加拿大的福州校委会的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祝我们每一位校友事业 兴旺 事业发达 家庭幸福 福州校委会 这个加拿大福州校委会 越办越好 也祝我们的母校越来越好 演讲台上 福大校友会 红旗呼啦啦的舞动 胸前挂着的金牌 闪闪多摸